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蓝营内部 现在有人抛出了 要再初选的方案 呼吁再也重新整合 先不说这些到底是 整合初选还是类初选 但对于已经定于 一尊蓝营来说 是不是合适呢 陈辉文就说了 比方说他认为像郭台铭 是很有钱没错 但是郭台铭呢 他从来没有担任过 任何的公职 而国民党这么大的党 为何必须要跟郭台铭妥协呢 初选之前的郭台铭说 说了之后要支持侯友谊 结果选出之后 和四年一样要翻桌 那么郭台铭他没有做到 当初对国民党的承诺 就算现在如果真的 就像有人建议的 再来办一场所谓的 反弹大联盟的类初选好了 那郭台铭他真的有资格参加吗 大前文员 对 我想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那么首先先讲说 为什么有人要提 所谓的再初选 或者是所谓非律大联盟 再也大联盟的这种概念 其实我们都知道 选举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数学问题 你赢一票就是赢 你输一票就是输 就这么简单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民进党 或者是赖清德的 支持度的天花板 大概就在40% 台湾有超过五成 将近六成的民众认为 应该要政党轮替 不能够让民党再连任 可是各位想一想 这60%的 这个要拉下民进党的 这个选票 看起来好像很多 可是如果一分为二呢 如果再一分为三呢 这60%一分为三之后 不就等于是 保送民进党继续连任 这让赖清德躺的 就可以选上了吗 那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很多在野的 政治人物提出来说 无论如何 在野的势力 或者是反民进党的势力 一定要经过一次的整合 而这个整合 就有一点类似 当年的这个 柯文哲跟姚文志模式 就姚文志已经通过了 民进党的党内初选了 但是为了 他们想要拉下国民党 在台北市市长 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他们宁愿 再跟在野的这个柯文哲 再次的进行一次初选 然后最后决定了 一个共同支持的人选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很多 蓝营的政治人物 会有同样的想法 更别提说 这样的想法 其实也不是这些人 现在提出来的 朱立伦主席 在早800年前 他已经讲出来 他的三阶段论了 他这个三阶段论 不就是这一套东西吗 不就是国民党 先推一个人 然后推完了人之后 跟在野势力在整合 这个整合不是谁吞掉谁 这个整合是 能者居之的整合 如果说是谁吞掉谁 这个整合是不会成功的 所以现阶段来说 我相信在野势力 不管无论如何 在未来的整个的 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全力的支持侯友宜 让侯友宜成为 最强的候选人 不管侯友宜 是不是最强的候选人 在野势力都要整合 所以现在等于是一个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状态 那如果我们能够在 总统大选的层次整合 我们也能够在立委选举的层次整合的话 那么当然对于在野势力来讲 我们不但可以夺得 这个下架民进党的机会 我们更可以结盟成为国会最大党 那未来台湾才会真正的有希望 那么至于你说郭台铭 到底要不要再参加这一次的整合 这我觉得有一点困难的问题 是因为政治人物的这个信用很重要 因为他已经翻桌了 一次又翻桌了第二次 我是这样想 就是郭台铭如果真的要来参加 这个所谓在野大联盟 最后的在初选的话 他可能要先拿200亿 这个鸿海的股票来做质押 做保证金 就是如果这一次再翻脸的话 那200亿就充功好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